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采取怀柔政策 在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后,对中东立即采取了强硬政策,并且悍然向叙利亚动兵,甚至直接发射战斗式巡航导弹。不过的,对于征服伊朗和伊拉克等国,美军总是鞭长莫及,特别是在亚太、东欧和地中海等区域,实施强硬态度后,在兵力上已经出现了短缺的问题。 更重要的是,美军一旦大举进攻中东地区,光调险境20万部队和大批弹药物资等资源,就已经耗费超过数千亿美金。 更重要的是,伊朗是一个宗教性国家,其实也派人士团结一致,与伊拉克政府完全不同。 由此,为了对伊朗实现有效控制和制裁手段,美国当局选择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方针,来与弄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,采取联合的方式对伊朗实施压制。 据悉,特朗普在2017年5月对中东访问时,就对沙特等国,透露出推动联合战略方针,鼓吹阿拉伯半岛实现军事化合作统一的进程。 据美国国家利益网8月17日公布消息称,美国政府正式与沙特、阿联酋等国建立了军事化合作机制,并且努力筹建如同北约一般的联合防御进攻体系。 截止到目前,已经有包括沙特、阿联酋等西八个中东国家宣布加入该组织,并且将对伊朗采取一致政策。 目前,沙特等国已经宣布将对伊朗采取一切必要行动,以此来辅助美军采取的制裁性进攻。 一旦该联盟形成,这意味着美军将不需要派遣一兵一族,只需要向中东地区不断贩卖军火弹药,就足以令中东阿拉伯国家自相残杀。 军事观察家表示,反伊朗联盟的形成,意味着伊朗即将迎来如同俄罗斯一般的田地,被周围上百万军队所包围。 目前,美军在波斯班外围形成了巨大的封锁体系。 若是阿拉伯半岛意见也统一的话,那么伊朗即将迎来命悬一线的结局。 当然,也有军事专家认为,沙特等联盟国虽然对伊朗形成巨大威慑力,但不同于北约的是,伊朗并不具备俄罗斯那般强横的军事实力。 这意味着所谓的联盟恐怕会是一盘散沙。 优优独播剧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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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